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分享一个早餐饼,特别有营养的做法 如果您着急上班,可以前一天晚上把面拨好,放入冰箱 第二天早起,10分钟就能吃到营养早餐饼 400克面粉,我捞了4张饼 看一下,各个颜值都特别的漂亮 不但颜值好,还特别的好吃 一边放了鸡蛋,特别的鲜嫩又有营养 另一边金黄又酥脆 盆中倒入中筋面粉400克 加入少许的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用300毫升温热的水和面,边倒边搅拌 烙饼的面一定要用温水和,或者温热的水 这样烙出的饼才柔软 而且水分一定要充足 水分充足也是烙饼的关键点 搅拌至没有干粉的面絮状,下手揉成团 简单的揉几下,看这个面粘手的程度 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先醒至10分钟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一个葱油 碗中放入切好的葱花 加入少许的熟芝麻,增加香气 放入适当的油 搅拌均匀,备用 10分钟后,我们把面团上撒些干面粉 然后把它揉成团 醒至10分钟的面,看上去已经不那么粘手了 看一下,特别的容易揉光滑 把面团再次揉光 盖上盖子,再醒10分钟 碗中打入3颗鸡蛋 加少许的盐 把鸡蛋打散备用 按板上撒一些干面粉 取出饧好的面团 直接搓成长条状 按压扁 然后用擀面杖擀宽擀长 擀成长方形的大薄片 醒至好的面特别容易擀开 擀成这样长方形的大面片 然后涂上我们做好的葱油 用刮板给它铺平 铺平 然后从底边给它卷起 边卷边压一压 排出里面的空气 卷成这样长条状 切成均等的4个面剂 拿过一块面剂 直接拉长 按压扁 然后按压扁 因为这个面特别的软 轻轻一拉就特别的长 然后从一边给它卷起来 可以一边卷一边拉长一些 然后尾部按压一下 放在底边 一个面剂子就做好了 拿过第一个做好的面剂 直接按压扁 擀成圆形薄饼状 擀成这样薄一点的圆形饼状即可 颠扁免免提前预热 刷少许的底油 记住一定要提前预热 烙饼的火候非常重要 如果锅不热就放饼 饼特别容易硬 放入干好的饼皮 整理一下 大约烙至30秒 看着饼的表面鼓起 我们给它倒入蛋液 然后铺平铺均匀 盖上盖子 开上下火 烙至一分钟 烙至鸡蛋的表面微微定形 给它拎少许的油 然后给它翻一个面 烙至30秒左右 再次给它翻一个面 鸡蛋完全熟透 这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大约需要二分钟的时间 一张饼就烙好了 这样做出了早餐饼 因为加了一颗鸡蛋 特别的有营养 看一下这边 金黄酥脆 掰开一个看一下 层次也是特别的丰富 如果你喜欢 就先收藏起来 有时间记得试试哟 美食天天更新 我们下个视频见 我们下个视频见 我们下期再见